我们把车停好了 准备去逛一下林芝最大的超市 在林芝这里其实停车还是非常好停的 在这很多地方都设置了停车位 基本上让你停车 走到超市啥地方 也就个几百米这样子 这辆车很酷 公布印象 这里我写的应该是林芝的市中心了 这边有步行街之类的 看到没有那个超市 在西藏最大的超市就是百亿的了 因为我们在拉萨也看到有好多家 就是百亿超市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边是公布老街 不过我们今天的行程到了林芝以后 发现这个车真的是人多车也多了 感觉跟大超市一样 是的 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大超市了 但是林芝是属于西藏的第三大城市 第一大城市拉萨 第二个是日卡泽 第三个就是林芝 但是我感觉林芝比日卡泽感觉要舒服 这边的这个物价不贵 9块9 你看9块9 6包 哇 我们至少买的 这一路买至少要好多钱 至少要差不多 三五块钱一包 没看到便宜的几钱 9块9 难吗 你买一个够不够 够了 为什么写的是利监五元 我写五折呢 吓我一跳 看一下这些 完整空箱 完整空箱 一盘五元 他要这个箱子干嘛 看看那个日期 这真的是大超市了 基本上是什么都有 我怎么感觉房子没有逛了 是吧 上次逛大超市还不是在啥时候的吗 在成都 哇这个在这里 看水果贵不贵 哇不贵 好多啊 好多啊 这边 应该红薪后的关系 13块9 13块9 上次在哪里20 你还记得不 上次在那个博密要20块钱一斤 拿一个 拿嘛 这边还有7块9毛8的 红薪的要贵一些 拿红薪的啊 不要拿那个白的 白的不好吃 一个这有一两斤 拿嘛 看看这些 你推的吗 再看一下其他的 基本上是低于10块钱的水果是比较少的 看一下苹果 哇 这个苹果不贵 这个苹果不贵 红薄色 小的 7块钱 还可以 拿个试试 对 补一剥 有没有吃榴莲了 好残啊 看 会不会坏的呀 不会坏 这个看起来还可以 这个 好久没吃了 榴莲 已经没多少包 这个还可以 这个还可以 看起来 这个可以吗 看起来还可以的样子 这边有几个 哎 管它呢 再看一下这边的蔬菜价格 这边的蔬菜价格 看起来也便宜了 哇 好便宜 看起来也就3块钱 好久没看到这么便宜的 拉叉会不会更便宜 拉叉我觉得贵 我看看这边绿叶子吧 看看这边的绿叶子价格 绿叶子价格的话 4块钱5块钱那样子 差不多 这里要看生菜 生菜6块钱 还好 先吃 不过这边的生菜 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品种不一样 特别的大只 这个小青菜挺新鲜的 可以可以 拿点小青菜也可以 不一定要吃 你要不要吃那么多生菜 大采购 大采购 这边有这个生菜的猪肉 本来是不想在这边吃肉的 但是 刚问了一下师傅 社会说这边肉 有的是 也是分的 就是分新鲜的和冰鲜的 新鲜的话就是当天杀的 每款就卖的贵一些 30几块钱一斤 像这种 就是冰鲜的 冰鲜的话就是20几块钱 便宜10块钱 鲜的要30多 对 有区别的这个是 那我们拿点鲜的 这个是冰鲜 这个是冷冻的 看那个价格 只要是这个价位的20块钱 左右的价位的 基本上都是冰鲜的 你看像这种五花肉 37块5 这个呢 就是新鲜的 它主要就是什么 这边的猪拿不过来就没有 就少一点 对 这个肉就便宜一点 你看这边写的 如果是买鲜肉 是购物小票的 应该是新鲜的 这边 这边都是新鲜的 这边全是新鲜的 这个是 你看这柱田 我们你看冰鲜的柱田 一般都是卖 铁色看到没 对 就很明显看到血色 冷箱的没有猪蹄 冷箱的没有猪蹄 冷箱的就是枕子 没有猪蹄 这边都是新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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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鸡肉 这是猪蹄 果然新鲜的 这个价位 价位都不对 价位是很明显的 价位差价很明显的 这边有写着西藏 写着西藏 西藏那个 这边有养一养猪的 我以为只养藏箱猪 有 没有藏箱猪 这里没有藏箱猪 这里没有 这个好吗 放上这个 这个肥子可以炒回锅肉 回锅肉 33块8一斤 我觉得是鲜 新鲜的鲜 这两块肉 买了两块 95块钱 这里有冰鲜的鸡腿 拿几个吧 给爸爸拿几个鸡腿 这个鸡腿是不是更大 那个感觉没有食欲 对吧 拿这个吧 大白色 可以拿的 我给你拿 来 你拿这个 来 不拿几个吗 拿4个好的 没有的吃 可以抢200的吃 是吧 是的 今天真的是一个大采购 看见小汽车 已经是 满满当当的 全部装满了 里面啥都有 虽然就是买了这么多 但是还是漏了一些东西 正常的这种启发路 在内地的话 是卖个40块钱左右 这边要卖60几块钱 今天我们的大隔五 我感觉至少得有个大鸡板 我感觉要1000块了 我感觉差不多的快 哇 更不要闲的一样 看一样 一共买了934 哇1000块钱 1000块钱 大个五大个五 赶紧先回去 把那个冰冻的都给它先放回去 这么多东西啊 看能不能提 你提这两大袋 我提两大袋 还要敷衍 就在马路对面就是了 车站能开过来就好了 你这个怎么拿 你这个 你这个肯定不好拿 你这个 我这个不好拿 抓整手 一个手拿了它 我牛奶我还可以拿 牛奶你拿鸡蛋吧 我拿牛奶 好 走 走 我觉得应该可以推过去 那推过来的 我觉得应该也可以 但是没有看到那个 负责这个的 牛奶给我吧 我拿我拿 好久没有 买这么多东西了 是啊 大个五千块 呵呵 卖一领的它 最喜爱的水果牛奶 我看到这么多肉 蛋菜 我把东西放好 再救一下卖鱼 我来了 我来了 哎呀 我的天 你看那个伞的吧 好了好了 我拿你 哎 看你的小生买 走 我拿一点了 那个袋子不好拿 嗯 还好这边不是高海拔 这么一大堆啊 还有这个车上 富家就不放买了 先把这些冻品全部放进去吧 冻品啊肉啊啥的 你刚才慢慢收拾了 嗯 可以要不要休休休休啊 要吃啊 好饿啊 好饿 放好了先吃 光饿了 今天 今天 我也没啥食语 突然发现晚上有食语了 对面有那个卖那个藏美牛羊肉的 嗯 嗯 你要吃晚饭就刚才也买新鲜牛肉 好 明天吧 明天吧 好 今天我们先去旁边吃点东西去 我吃了一碗勺子面 买鱼吃水饺 我吃18 买鱼的20 好 这面看得都不错了 要不 看起来可以 这个面 比较有劲的 你吃一点饺子吧 我吃面 面条还可以 不错 我放点辣椒吃 嗯 好吃 不知道是不是肚子饿了 感觉好好吃 嗯 特别好吃 好吃 我这一天好像都没什么食欲 就晚上的时候 身体一好才有食欲 越好 忘了累了 嗯 还有劲道的面 好有劲道 又煮得 卖鱼那个太阳镇 老师掉 重新再买一个 这可以吗 可以 现在随便在这边先硬乎一个怀愿 应该拿我那个来 来看能不能修的 已经修过一次了 嗯 行就这个吧 就拿这个吧 好 我们回来再去换个位置 拜拜 四百五十年后又转 乖不乖呀 我们现在去找个停车位 看看另外一个停车场能忘停 嗯 不能停的话 我们再停回昨天那里吧 您知房车过来自驾 能停的地方太多了 哇 你看这路边一路都是停的位 对 这边停的也不要钱 也不要那个啥 也不要停 也有厕所 对 你看 这边有个厕所 注意有个厕所 环境一直这么不错 你是不是 每个停车场都有厕所 对 绕了一圈 还是把车停在临海这里 临海这里 其实风景还是可以的 很不错的 有海 看到没有 海 回家赶紧收这辆车 哎呀 哎呀 这些车的东西 你看 嘿嘿 嘿嘿 好毒啊 阿伯 又是快递啊 又是这些零食 哦 哎呀 前面那一道题过来 啊 你来猜猜给我来 夺土冰箱 好 分工合作啊 哇一大堆啊一大堆 真的是 好久没要买过这么多东西了 但是 你不得不说啊 这东西的确是便宜 我感觉比拉萨还便宜 对 说不定今年的物价它是降的呢 拆一下快递 慢于整理一下冰箱 哇 我觉得我们的冰箱终于可以满满了 这次肯定可以散满了 今天只能挂着 可以 每日坚果园 路上饿的话 你就可以吃坚果了 放到我脚底下 我刚好扫这东西垫脚了 也可以 一箱的梅子坚果 应该能够吃个把月了 上次我那个牙刷没有垫了 然后呢 重新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一样的 上次不知道是不是泡水了还是咋的 反正就是没用了 再买一个 习惯用了电动牙刷以后 就是觉得其他的感觉用的不习惯了 刷不干净的 在临日买的都是一些 就是当前能直接用到的东西 给你买的护手霜 我本来以为是挺大的 这么两小只 来给你了 很好的 这次进西藏买了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 不仅我们能用到 如果说万一路上也需要帮助的人 也能用得到 这个就是 血氧仪 血氧仪这个作用 最主要就是测量体内的血氧饱和度的 一定意义上可以测试你 就是是否是高反 是否高反了 对吧 待会装上电池 还是可以用一下 还有啥呀 每次买的东西等到拆的时候 我都忘记啥了 就跟开盲盒一样的 吃的 这么多坚果 我这坚果买少了 坚果还得再买一些 坚果 还有一箱吃 我感觉都是抛物一样的 把这些快递全拆了 你看到处堆的都是 看尤其是这个桌子 哇各种呢 各种大吉大坝的 比吃的巨多 卖于整理的也差不多了 还有水果 水果我今天都没吃 水果不放冰箱了吧 再给你吃 这好像也不贵 10块钱乘了三个是吧 也可以 看看我们的冰箱 哇终于是买一点了 终于是怎么出来的 饮料有了 吃的也有了 菜也有了 还是满足感 实心的冰箱了 实心的冰箱 你吃什么东西吃啊 不可以乱吃了啊 收拾了一会 终于收拾完了 拆出来全是工科啊 一袋吃的一袋水果 把这个榴莲也拆了 等一下一起把这垃圾丢了 好久没有吃榴莲了吧 挖掉我们车会满屋子榴莲 这榴莲香味 好在我们两人一狗都不不怕这个胃 阿白也喜欢吃 等下给他来一个 大白 吃榴莲包 吃榴莲包了 来你过来闻一闻看香不香 闻一闻看香不香 谢谢你不知道这个里面到底有多少个 不知道挑的好不好 看到这里那么大 我感觉应该可以吧 徒手 开榴莲啊你 戴个手套 不用 别别人家吃到手了 不用不用 哦 我好像不是特别熟 啊 熟了 熟了 怎么感觉面面的呀 哎呦 感觉榴莲不好 难怪他不开 超市不帮忙开 你这榴莲不好 很软的 是吗 嗯 感觉不是特别熟一样 去看看 胖飞香 嗯 水水的 你尝尝看 我觉得还可以放一放 对吧 不能再放了 好吃吧 不是特别好吃 放冰箱吧 嗯 放冰箱吧 剥开了放冰箱看看吧 看看 咖啡咖啡咖啡都吃了啊 好不好吃啊 嗯 吃了吃了 吃着香啊 嗯好 这个可不吃啊 它割出来可以 嗯 但是 嗯 难怪他不帮我们剥 哎 单独啊 放了一个袋子 就是 两块放一个 两块放一个 嗯 剥开了有五六块 还不错 嗯 那就是 嗯 我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没熟的 有原因 就这样放冰箱 放两天估计会 会熟一点 好快哦 明天拿出来看 明天吃着一块 放冰箱 拿起来 丢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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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丢渣鸡筒 知道吗